老板你看那不是你的包吗 走过去看看 小伙子你怀里这个包是我的 可以把它还给我吗 哎等一下你怎么证明这个包是你的 证明这会用证明吗 你们两个臭学生 能买起这么贵的包吗 拿回来 哎这个包里有一万块钱现金和一部手机 你看一下是不是 哎这个包还真是你们的给你 以后可要小心点不能再丢了 谢谢你啊小姑娘 老板你快看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 不用了 他们如果真是那样的人 就不会在这大热的天等我们这么长时间了 来小姑娘 我这里呢有一些钱你拿着 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 不要姐姐 我要是为了钱的话 就不会在这等你这么久了 那行小姑娘 我的公司就在前面 你以后如果有什么事就直接到那找我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好的姐姐 哎姐姐 你能不能借我们点钱啊 老板我就说吧 这哪有什么好人 这是呀嫌你给的少呢 想问你要好处费 我刚才给你们钱 你们为什么不要 现在又要借呢 因为借来的钱 我们心里会踏实一些 那你们要借多少呢 一百 一百就够了 够我们两个回家就行了 行 我这里呢有一千块钱 你们拿着吧 老板我看他俩呀 就是骗子 说好听点是借 说难听点呀 就是骗 他俩 连你的联系方式都没有 怎么还你呀 怎么联系你到时候 不是不是 我们不是骗子 我们的爷爷生病了 着急等我们回家呢 我看你们两个也不像是骗子 但是呢 这房人之心不可无 这个钱就先不借给你们了 要不我送你们两个回家吧 真的吗老板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不客气 咱们走吧 我的车就在前面 爷爷爷爷爷 老板 爷爷 吃 呃 咳咳咳咳 咳咳咳 爷爷我们回来了 爷爷你看我们给你带着好吃的 你快吃 好孩子 你们吃了没 爷爷 爷爷 我们吃过了 你快吃爷爷 你们两个又骗爷爷 你们刚不就没吃 爷爷我们真的不饿 你快吃吧 孩子们 爷爷对不起你们 都是爷爷这个病脱落了你们 害得你们连血都烧不肠了 爷爷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从小都是我们三个相依为命 只要您身体健康 我们两个做什么都愿意 是啊爷爷 等你以后病好了 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是啊爷爷 你快吃吧 小姑娘 你们刚才的对话我都听到了 你们两个真是孝顺的好孩子 这样吧 我这里呢有一些钱 你们拿着吧 不不不 这个钱我们不能要 你们能把我们送回来 我们两个已经很感谢您了 你们就拿着吧 这钱拿去给爷爷看病 剩下的你们两个上学 像你们两个这样的年纪 只有上学 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拿着吧 谢谢老板 可是这么多钱 以后我怎么还给你啊 这个钱不用你们着急还 姐姐希望你们长大有出息以后 也能像我一样 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把这份善意继续传承下去 姐姐 以后我们两个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我们两个一定不会辜负 你对我们的期望的 你们两个照顾好你们的爷爷 我公司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走 走 大姐二姐三哥我考上演了 就是这个学费还差五万 你看能不能 考上演了 这是好事啊 大姐现在给你转五万 要是不够的话 你再跟大姐说 谢谢大姐 那我还有事 我先回去了 大姐 咱妈都走了这么多年了 她只是个捡来的 跟咱们又没有关系 你怎么还这么帮她呀 都是一家人不说这些 大姐我毕业了 但是我不想上班 我想创业 你看你能不能再借我点钱呀 想创业那是好事啊 来大姐这里呢 有几万的现金 你拿着 要是不够再和大姐说 哎 这点钱怎么够呢 三哥这张卡有二十万 拿去 谢谢大姐 谢谢三哥 这个钱 我以后一定会还给你们的 那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大姐 三弟 你们怎么那么傻呀 借给他那么多钱 到时候你们遇到事了 他会管你们吗 到时候还不是得我来帮忙 二妹 你说的我都懂 但是我们是一家人 能帮就帮一下 哎 你们的事情啊 我可是管不了 哎 大姐 我最近有个项目 还缺点钱 要不 你给我借两百万 行啊 没问题 都是一家人 我现在先给你转一百万 剩下那一百万 晚点转给你 那谢谢大姐了 以后有什么事啊 我一定第一时间到 记得转给我啊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哎 老三 咱们年底去国外 把公司 交给老二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老四比较合适 老四 我试试他们 大姐 你们这么着急 把我们叫过来 是有什么事吗 是啊 怎么把他叫过来了呀 是这样的 我跟老三 我们的公司破产了 什么 大姐 你破产了呀 嗯 其实我也挺想帮你的 可是我的钱 都拿去买房子了 我这手头 也没有钱呀 这 要不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啊 哎 小妹 你怎么还不走啊 大姐 三哥 你们也知道 我这刚创业呀 手里没什么钱 但是 我这里有张卡 这卡里面有六十万 你们先拿去 印影机 不用了小妹 其实我们并没有破产 啊 大姐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呀 刚刚啊 是我和你三哥 对你的考验 我们年底 要去一趟国外 准备把公司交给你来打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大姐 三哥 这我能行吗 我说你行 你就一定行 原谅曾经的荒唐 那放不下的倔强 而沉重的行囊 快要腐烂在这路上 谁不是在流浪